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for her beloved son, Ping Xian. There was no medication in Taiwan then. She tried to import expensive potions from abroad. No one knows how to treat Ping Xian. She groped by herself about the way to save him. During the dark age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Foundation for Rare Disorders, many parents, when not knowing what to do for their children, they turned to Serena for help. Dr. Min Jie-Tzen, the other founder of the Foundation, started this battle with Serena with borrowing medication from her. So we through the 这个团体,然后帮这群小朋友做一些权益的争取。 陈立英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发好大的怨,那个时候我心里头其实有一点担心,但是我觉得一路上看他非常的努力,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热情跟他的那个就是用不退缩的那种,用不退转的那个勇气实在是令人佩服,对。 在陈立基金会本身上面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因为台湾的基金会都是要求要有一千万的这个基金嘛,因为那时候我刚好那一年担任台北东区福伦社的社长,那么所以我就在福伦社里面发动,那请那个陈立英到我们社里去演讲,然后这个我们东区福伦社, 就成为这个寒冰基金会的第一个捐助人,接下来就是这个陈立英凭着他这个切而不捨的精神,那么加上曾敏捷协助他,他们一起去不断的去,去筹募这个基金嘛。 这种情况之下呢,基金会就是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之下能够炒创起来,然后我们开始使用的办公室也是非常简陋的,那么办公室的设备都是这个找,这个就是很多人来捐助的,那么一些二手的设备啦等等的,那么基金会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艰苦的成立。 Zhong De Li, as the founding chairman of TFRD, led the team of experts to start the hard work. Ede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also generously lent TFRD a bank account to collect donations for the foundation. 当初他们成立了很快,大概我印象里面好像不到一年吧,就也就能够自立更生的,可见陈姐他们也自己也有相当的努力,让我们也帮了一点小忙这样子。 所以当初成立的时候,我就请我们基金会的一位很重要就是募款的这个主管,就去加入成为他们的董事,那一方面当然也是去监督他们有没有好好的善用这些款项,因为毕竟还是有我们的道义责任在里面。 但是二方面也是去学习,去帮忙,反正这个好事大家一起做这样子。 Moved by Serena's passion in raising funds for the patients, TFRD's first benefactor took the lead, and influenced more people to help. 意思是去开户头,不够才四十几万。 可是到了当年的九月还是十月,她说,我们在年底在大安公园有一个表演,然后有一个艺演。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七百多万还是多少钱了,因为基金会到时候应该可以成立。 然后那时候我才慢慢的去了解到基金会原来也是帮忙一些真正救人救命救人救苦的事情。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在十二月我刚刚跟她讲说,你十二月二十五号以前你告诉我,如果你不够钱你告诉我多少钱,那我全部补完给你这样子。 所以在十二月二十七好像我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还缺一百多万。 我说好了,那全部都我捐了,那我基金会今年让你成立。 因为马上就可以救人了。 我只是觉得说,哎,罕见,是救人的事情,那是好事。 所以我就这个因缘,那我就说好,那我就捐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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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那一片听她演讲以后,我被打动,被打得很惨。 然后全身,再发抖,然后再掉眼泪。 从那一天开始,她演讲完我就去找他,因为他是我小学同学。 我就承诺就是以后,就有空的话去当志工。 就这样接触上prend。 然后我当志工,我什么都不懂嘛。 然后我只知道,所谓当志工我只解读为,可以给出一些帮忙嘛。 那我就用我的經驗去基金會 基金會需要修馬桶 我就修換燈泡我就換 然後需要炒菜我就炒 就這樣什麼都做 就這樣慢慢慢慢 會有很多比較深入一點 跟並有互動的體認這樣 現在柏俊 你們這四個來抬它 它就比較輕一點 然後你們在抬的時候 剛才那個劇品 你也是用腰在抬 腰感要直 蹲的時候身體蹲下去 然後用腿力 這樣身體直直地慢慢提起來 不要這樣來 這樣容易傷到腰 在幾乎每個TFRD的活動 Daisingdu 帶領域的團隊 去幫助和服務的患者 祈禮變得很自然 當你的心裡滿了 愛和愛 這些希望會一天 增加在我們的社會 然後帶來這一群滯空 讓他們早一點 從小的時候 就能夠接觸地上 讓他們能夠將來 透過他自己的現實生活 能夠知福、喜福 Daisingdu 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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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本只有寫說舞蹈症 並有就是不斷的舞動身體 但是其實根本我沒有辦法想像 可是當我親眼看到他們 他們真的就是不斷的舞動身體 然後連做都做不好 然後一直跌倒 然後瘦弱 然後沒有辦法跟人家交談 那我會覺得說天啊 怎麼這個世界上會真的有 這樣的人存在 那個 是的 那一刻我會覺得他們 就是老天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就是讓我覺得很心痛 很想要多了解他們 多親近他們 其實身體識別對我們已經是家常便飯的事情 可是 你也做了一件事 你應該想要多少 你應該打算 整個人 我會覺得 都使用心祖 我們已經是家常便飯的事情 可是在前一陣子可能太多必有過事了 當我自己回家的時候在路上我想起這些人的時候都會好難過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還可以做一些什麼 那時候我就會那種感覺特別多 好 穩定的信用能力幫助無能力 TFRD專注於醫療的事件 和醫療醫療合作為醫療醫療 找到更好的方法作為更好的生活 每一生產生一百個新生兒 在我們整個地球上的所有新生兒的這樣的來到 來到人間報道 他百分之三 幾乎目前為止是幾乎肯定的 他一定就帶有某種的殘缺 我覺得是不對的啦 我覺得因為這樣是一個風險 所以其實百分之三的 相對的小數的孩子跟家庭 他承擔了我們絕道多數百分之九十七 幸運地躲過風險的人 或家長或者家庭 所以基本上我們一定要去承擔 要去面對 還是對我們要主動去協助 這有點同舟共機的味道 和家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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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動物 和家庭之一 和家庭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